在這邊,最後我們介紹一下關鍵影格的PFM 輔助設定 那各位,你還記得我們剛剛所產生的關鍵影格 都是什麼樣的形狀? 是不是都是菱形的? 那我剛剛有講,菱形就是一般我們設定這種動畫最常見的方式 叫做等速度 以前國中,應該是國中吧 有沒有學過,底話有沒有學過等速度加速度 各位,我知道那個是你過去很痛的地方 但是呢,這個很重要 因為等速度看起來比較死板 比較死板 你希望它能夠,像我一般看到,你剛剛看到那個 比如說這段影片 像這個 其實人家不見得是等速度的喔 OK 好,示範,來了 有沒有感覺 丟下去之後好像有摩擦力變得比較慢 有對不對 所以 這種東西 你就是要靠我們關鍵影格來做調整 那如果你全部都要 你可以一次一個 也可以像我這樣全部選起來 你看 我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Keyframe Assistant 叫做關鍵影格的輔助 這裡面 你就會看到很多種不一樣的變化 那最常見的 就是這個 Easy Ease 所以 有些老外的影片 教學影片 他常常都是直接按快速鍵 就是鍵盤上的F9 那 Easy Ease In Easy Ease Out 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要進來的時候 油慢變快 這樣衝軌 然後 我進來的時候 要停下來的時候 油快變慢 你把他想像 你在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 起步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慢 然後就 砰砰砰砰砰砰砰 對吧 就開始騎了 停下來 慢慢的停下來 就跟那個一樣 有沒有感覺 現場老是表情比較逼真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就是進來 這就出去 Easy Ease 就是兩個都有 油慢變快 再來怎麼樣 油快變慢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喔 當我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感覺到 好像關鍵格 變瘦了 因為他兩邊都有 所以他就會 一邊這個 一邊這個 如果你只有一邊的 我們試看看 如果我按右鍵 只有一邊的 只有進來的 有沒有只有一邊 這樣清楚的 那 最常用的就是Easy Ease 反正你哪用F9 給他按下去 F9 有沒有 全部都有了 那 這個東西呢 你就不能用這種方式撥 為什麼 因為你手動的不準 哈哈 因為你自己拉動的 所以 如果你要看到這種結果 我建議大家 最好就是用 預覽 那你讓他跑 你看這樣進來 有沒有感覺 後面比較慢一點 前面可能 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後面是很明顯的 後面會變得比較慢 好 這樣的速度 有沒有後面慢下來了 這樣了解 所以 你要看到結果 千萬不能自己用手動的 這樣有了解的嗎 好 那我們今天原則上就算到這邊 所以我們把 就是 第二個範例 就是佛羅夏文那邊 怎麼整理好 再把它拿進來 所以你原本做的圖成樣式 那些其實都會進來 那就很輕鬆 最重要的是 各位你要認識 會到EE的時候 他的那三個選項 這樣有沒有清楚 好 來 那我問一下 線上的同學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現場的同學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很好 那我們就下課了 下禮拜 換哪一組來 B班的 哈哈哈 好不好 當然會 老師也鼓勵各位 如果你願意的話 其實每一週都可以來 可以嗎 就 盡量來學校 其實你可以 我們有機會面對面的時候 大家這樣子學習 其實效果會比較好 OK 好 謝謝大家